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又到Wy Y 新诚语动画廊 今天Wy Y 跟大家讲的诚语是关于简单 简单的诚语就是应付非常简单的诚语有什么 跟大家简单讲一下 今天想跟大家讲三个诚诚大家听过 第一个叫得心应手 第二个叫轻而易举 第三个叫假轻就熟 这三个成绩之间有没有分泌呢 跟大家仔细分析一下 第一个叫得心应手 得心应手 你心里想什么手都会做出来的 我们叫得心应手 这个字当然是说的很简单 不费吹灰之力 但你问我的时候 它的重点放在既艺纯熟 所以他心里想什么手势都会做出来 所以说技艺上很纯熟 我举个例子 小提琴他不擅长的 弹钢琴他就得心应手 所以得心应手 或者我们说他画油画 得心应手 有点说技艺功夫上很纯熟 虽然他说异简单 但重点放在技艺功夫技艺上 至于第二个叫驾轻就熟 驾轻的驾是开车的意思 驾驶 大家知道驾驶 轻的车是轻的 简单来说是很舒服很简单的 就熟的熟是熟的路 驾车回去熟的路正如好像YY 我驾车回家 同一条路的时候 我走的N那么多次了 所以重点他当然也是 轻而易举 简简单单 但他的重点 焦点放在哪里呢 就放在有经验那里了 换言之我可以说 那个人有经验 他做这件事的时候 就是驾轻就熟 其实我重点是想说什么呢 他做过一次 他试过 所以我们说很有经验 他做得不错 我们说他驾轻就熟 很简单对他来说 就是因为他有经验 所以这个焦点 就在于 驾轻的车在一条熟式的路上 重点是熟度 所以叫驾轻就熟 刚才说技艺上的纯熟 现在是讲经验上的老度 第三个叫 轻而易举 轻而易举很简单 大家一定听过的了 换言之就是什么 那件事太容易做了 我们叫轻而易举 不费吹灰之力 但这件事的时候 我用一个例句 就跟大家解释 三个成员的分别 我们说大象 轻而易举地 就把几吨的木 卷起了 但你会发现 简单的嘛 轻而易举 不费吹灰之力 就是那件事很容易做 因为用大象来说 这些力量很轻 我们觉得重了几吨 对我可能觉得很轻 但你会发现 我们不会用驾轻就熟 因为我不是说他很有经验 他第一次做都可以觉得很简单 他不一定要经验 做了很多次才觉得很简单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说他 驾轻就熟 但同一时间 我们都不会用 第一个成语去形容他 大家还记得 第一个成语 我们说得心认手 我们说技艺功夫上面 但他现在不是说功夫技艺 因为只举起木而已 不需要你有什么常熟的功夫 又不需要你 懂得转什么 又不需要你 要塗什么花纹出来 不需要 所以这个位置的时候 用一个例句 大家就明白三个的分别 所以考试的时候 大家用这些成语的时候 其实是有少少射微 用的时候巧妙 大家特别留意你的重点 想强调是哪一个部分 之后还有其他同类型的成语相当多 比如有印有余 无往不利那些 我们可能第二集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今天只有这三个 大家看清楚 各自焦点的不同 一个是说经验问题 一个是技艺纯熟的问题 一个是说他简单的 容易做到的问题 OK 今天这集到这里了 拜拜